嫌犯走進超商 見一對男女熱烈討論 故意坐到他們旁邊 不時伸伸手動動腳 模樣看起來相當可疑 他的腳伸出去了 嫌犯勾到皮包 直接把皮包藏進外套 然後若無其事的走出超商 騎著機車離開 我這台車的 這台車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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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來這名36歲的理性嫌犯 趁著超商一對男女 專心討論論文時 利用自己190的身高優勢 長腿一勾 將被害人放在腳邊的皮包 直接勾走 先是被稱東西是撿到的 經警方出示犯罪影像 理性嫌犯才胡說認罪 但他被稱不是下手 而是下腳刑切 警方表示理性嫌犯 因為吸毒加上失業 經濟困頓才會犯案 當時嫌犯被逮 還謊稱皮包是撿來的 直到警方出示監視器 嫌犯才改口辯解 說自己是下腳刑切 不是下手 讓警方聽了 苦笑不得 記者廖文斌 雲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